老師您連到我這台電腦 你會發現我有分享好幾個對不對 那我先從這邊 就是我們先從這邊來 這個有必備的工具 第二個任務裡面打開 老師比較需要剪貼不加強 還是比較需要畫來畫去的 畫來畫去的 好我們先講畫來畫去的 你點這個 因為我常常演習或上課 會有老師在或同學在 老師為什麼你的可以畫我都不能畫 我都跟你們用一樣的電腦 我沒辦法畫的 對不對 所以我平常比較喜歡用當地的電腦 因為我都在地畫 不然你以為我帶來的 都有什麼奇特的設備 沒有 我都跟你們一樣 那所以我就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介紹這些蠻常用的 像EPIPAC、POINT2FIT這些都蠻好用的 另外 後來我還有介紹一個 這個也很好用 因為這個Windows跟Mac都有 雖然要安裝 可是也還OK 也還OK 那我們先 老師要 先看哪一個呢 我平常 你現在看我在用的 其實這個 我都是用這個 我現在在用就是這個 你看我可以放大對不對 也可以畫 這樣應該還算可以吧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 需要一點點那個 來您可以先從我這邊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免費螢幕放到Dreamit 你把它下載下來就好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到這邊 我把它解壓縮一下 您就直接按右鍵 解壓縮至此就好 資料角我有留著 有沒有多一個資料角 跑出來 點開裡面 這個文字檔說明而已 它真正就是一個文字 一個那個 一個執行檔 1MB不到 有沒有 500多K而已 那您打開執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 跑出來 那麼如果說您 執行完 它跑到裡面去 怎麼辦 因為現在預設不是都會 跑在裡面嗎 你可以叫它出來 按著它 丟出來就好 這樣了解 不要再用自訂的喔 這樣很不人性化喔 好嗎 你不喜歡它 你就按著它丟回去 它就滾回去了 要它出來 你就按著它 叫它出來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麻煩老師先執行一下 發現老師不太習慣用我的方法 那你看 平常是點了就是下載 請問老師 你在用這裡 下載完了之後 你都點這邊 還是點這裡 我通常都點這裡 但是我發現大部分的人都習慣 直接點這裡 點這裡的話 是不是用壓縮軟體 直接打開 那你就想說 我要解壓縮到哪裡 對不對 你如果用這個方法 也沒關係 因為也可以人性一點 好嗎 怎麼樣人性一點 看著它丟出來 這樣也叫解壓縮 還是你覺得這樣太過人性 你覺得透過選單比較有Fu 就從這邊 這樣了解嗎 好 來 現在大家畫好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您剛剛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顯示這個視窗跑出來 你看 老師都沒有認真看而已 蛤 因為他該寫的都寫在裡面 只差在說你覺得他 不過友善而已對不對 好啦 其實呢 你要用這個按右鍵 它的功能就是這四個而已 應該說三個啦 有沒有 一個是直接畫 另外是放大 再來就是休息一下 因為有下課十分鐘嘛 下課十分鐘你知道同學是不休息的嗎 蛤 他捨不得啊 上課他想休息啊 哈哈 來 我們看 如果您要做 我們先從畫的部分 畫的部分呢 其實我的那篇文章 字上是有寫很清楚 來 我往下走 好 往下 往下 你會發現我把它放在比較後面角 就是這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快速鍵了 這樣 比對一下可以嗎 我只不過做了中文翻譯而已 哈哈 所以我們在這邊 你 Ctrl 2 就是進入畫的模式 畫的模式 所以 我不需要開這個視窗 開這窗 Ctrl加2 有沒有 就變成一支筆了 那 變成一支筆之後 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快速鍵就是那個顏色的英文字 所以 對 老師 這幾種顏色應該就比你白管上多一點 對啊 我要變綠色 Print G 有沒有 就是你進入繪圖模式之後 欸就可以了 藍色 Blue 對不對 Orange Yellow 這樣 了解了齁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萬一你做畫錯了或寫錯了 我要還原怎麼辦 反錯加2 有沒有還原一次一個回去 如果你全部都不要怎麼辦 版X的英文唸出來 對啊 按ABCD的E啊 有沒有 插掉了 有了解的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 比如說我要進入黑板模式 或白板模式 那這個就是變成 我 我先按 Antrol加2 按K 有沒有進入黑板模式 您就可以不受其他的干擾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比較特殊 那當然你要離開就是鍵盤上的ESC 或滑鼠的右鍵都可以 滑鼠右鍵也可以 那如果我現在已經在畫了 比如說 老師你看 我們看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 可是我想把這個地方放大 用滾輪 這個有沒有滾輪 往前 有沒有放大一點 往後就縮小 往前 那等你放大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繼續畫了 但是 如果您要的是顛倒過來 比如說 我們剛剛 帶老師去注射one note的時候 我是一開始就放大 所以我游標會先移到 我要放大的地方 那放大 是快速鍵在下面 Ctrl加1 最後游標先移到上面來 Ctrl加1 有沒有就放大我游標那個位置 你不要 要放大左上角 你滑鼠在右下角 這樣還得自己跑過去 是不是比較累 就是你滑鼠移到你要的地方 我放大Ctrl加1 有沒有就放大那個位置 那等你確認好位置之後 滑鼠點一下 就開始進入惠圖模式 那離開 ESC 這樣而已 有沒有老師覺得那個筆畫 太粗或太細的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筆畫變大變小 Ctrl按著 所以如果今天 紅色Ctrl按著 有沒有筆越來越大隻 往後退有沒有小隻一點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大隻 比較小隻 你要方框 要直線 不小心都寫在這裡 有看到嗎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的 所以這個小軟體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完全沒有任何干擾 也就是沒有說 你看不出我是用哪一個 那沒有給你任何干擾 所以小缺點就是 如果你沒有計畫出現 你就每次都要來這裡找 就是這個小缺點 如果我們現在 打鐘了就是 開始倒數啊 打鐘了不是休息十分鐘 同學就要起來了 不然他不會看著一隻數 因為下課真的他們都捨不得起來 所以以前還有同學還有前面 我才會這個功能 原來按滑鼠 可以把那個快速 時間 減少 哈哈哈哈 我原本符會 我是看他們網 我才會的 那那個預設時間的話 在這邊 您可以自己調 在break 這裡 有沒有預設十分鐘 所以你知道我按哪一個快速鍵了 好 那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如果您是用WIN7之後的 就是這個 叫做分 我剛剛那種方法 有個小缺點 什麼缺點 當我進入 繪圖模式的時候 請問我的網頁可不可以操作 我的其他功能能不能操作 不行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放大 比如說 我想要老實看這邊 但是我要繼續操作 Ctrl加4 你看 我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我網頁還可以繼續做 電腦的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操作 可是有放大 這樣也可以用 你看在這邊 當然 你有需要 把它畫圖 Ctrl加2 有沒有進入繪圖模式了 好 那 你會進去就會出來 Ctrl加4 有沒有退出來 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把某個地方放大一點 又繼續操作的 你就按 Live ROM 就是我們講的 Ctrl加F4 快速鍵的認證 平常我是都沒有改快速鍵啦 因為每台電腦都要改類似的 所以我就都用預設的 預設我走到哪裡都用一樣 這樣這個軟體會不會的 按照 Ctrl加F4 C C 感谢观看